作为国民综艺,爸爸去哪儿把很多萌娃,新二代退到观众面前,深受大家喜爱,也让许多明星父母翻红,被观众所熟知,但时光荏苒,在充满变数的娱乐圈,爸爸去哪儿里也有多位昔日恩爱的明星夫妻,婚姻最终走向了终点,看过爸爸去哪儿第三季的观众都知道,夏天是一个家教很好的漂亮小公主,黄晓明和杨颖在2015年举行婚礼, 还曾让混血儿夏天在短片里饰演童年的杨颖,时过境迁,黄晓明和杨颖离婚了,夏天的爸爸妈妈也要离婚了,那么,夏立刻为何离婚?如今爸爸去哪儿又离了多少的家庭?这里是闲雨季,本期视频,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爸爸去哪儿里面离婚的家庭 夏天的母亲黄嘉谦是1973年出生的,今年49岁,早年间她是以歌手身份出道的,还获得过金曲奖最佳新人的体名,多才多艺的黄嘉谦在之后也开始全面发展,转战主持和演戏行业,主持过开运鉴定团全能美食秀这样轻松的节目,还当过娱乐新闻的主播, 而黄嘉谦和夏克利结缘,也是因为出演电视剧,来自加拿大的夏克利早年间是一名记者,从2001年开始,她有了出演电影的机会 2005年,32岁的黄嘉谦在拍摄电视剧《艾曼女要怎样》的时候,与33岁的加拿大人夏克利因喜结缘,两人坠入矮河 那年秋天,他们先在加拿大结婚,又在台湾摆酒,婚后,黄嘉谦和夏克利夫妻恩爱,成为圈内模范夫妻 2009年,黄嘉谦生下女儿夏天,这是她和夏克利唯一的孩子 近日,根据台媒爆出的最新消息,黄嘉谦和夏克利夫妻已经分隔两地一年多,据悉两人还被爆出正准备打离婚官司 而且还是女方黄嘉谦提告,不少网友都对这个消息表示震惊 没想到一向看起来恩赖有加的夫妻,外界公认的模范夫妻 16年的婚姻也已经走到了尽头 面对婚变的传闻闹得沸沸扬扬 黄嘉谦也立马发出声明 她对于离婚仪式惊动亲友表示抱歉,感谢外界来电 并表示,离婚的决定与过程非常地艰难,这个决定也是不得已的 而且这个声明还是有律师盖章的 似乎也暗示了两人确实不欢而散 她不希望因为媒体报道而伤害到孩子 但仔细翻看两人的生活时 其实关于两人婚变传闻早有预兆 黄嘉谦于2019年在一个节目中坦言 婚姻遭遇了非常严重的问题 她说,其实我的婚姻里面完全都是假象 我好痛苦,我的婚姻越来越糟糕 我在家里毫不快乐 黄嘉谦还说 有一天夏克莉选择离开 离家出走一个月 就在夏克莉离开的那个晚上 黄嘉谦跪在地上嚎啕大哭 祷告夏克莉不要抛弃自己 但黄嘉谦看到夏克莉也在哭 说明他们没有谁对谁错 而是相爱相杀 还好 夏克莉一个月之后回到了家中 黄嘉谦也学会对丈夫诚实 虽然双方还是会吵架 但已经学会沟通 没想到 经过三年的努力 他们还是离婚了 对于离婚的原因 网友众说纷纭 有媒体表示 两人分开是因为在特殊时期 夫妻俩分隔两地 据少离多造成的 原来在台湾发展演艺事业的夏克莉 如今在加拿大工作 如果没有瘟疫 他们可以经常见面 但如今分隔两地 他们已经很久没见了 于是有了隔阂 而黄嘉谦曾在采访中透露夫妻两地分居的苦 因为夏克莉长期远在加拿大工作 所以黄嘉谦在台湾又当爹又当妈 真的很辛苦 去年夏天前往加拿大温哥华读书 得到了夏克莉的证实 去年九月 他们一家三口还在加拿大乘船游玩 看起来岁月静好 没想到 时隔不到一年 早已今时不同往日 也有媒体问黄嘉谦 两人分开是不是因为婚姻中的女强男弱 黄嘉谦没有正面回答 只是说 我想一下要怎么回答 会再请经纪人跟大家说 真的很对不起 在婚姻中 黄嘉谦确实不是弱势的一方 她曾经说过 自己和夏克莉的饮食习惯不一样 因为自己很喜欢吃辣 所以她也要训练夏克莉吃辣 后来 家里做饭的任务也落在了夏克莉的身上 但同时 黄嘉谦也说过 自己除了不会做饭 其实是个非常完美的老婆 关于两人分开的另一个说法 则是夏克莉对婚姻的忠诚问题了 离婚的消息爆出后 不知外界 黄嘉谦的亲朋好友也都纷纷致电表示关心 她的好友窦志孔还为她打抱个平 发文暗指夏克里是垃圾 称狗很直接 才不会在那边装疯卖杀 窦志孔还在留言区回复好友 称自己心情很好 也没有生气 只是朋友家的狗咬人了 她单纯抒发一下情绪罢了 这个发文很简单 信息量却很大 可以看出好友对于两人离婚内情非常了解 且非常鄙视夏克莉的为人 看来两人并非和平分手 黄嘉谦也表示等离婚事情梳理好之后会和大众公布细节 可想而知 这段婚姻的结束过错方可能在夏克莉 而关于两人离婚虽然不少网友表示震惊 但其实两人的婚姻关系变得紧张是有迹可循的 像夏克莉作为宠妻达人和女儿奴 早前在社交网站上经常晒家人的日常 但如今回看夏克莉的社交网站 近两年却完全不见老婆黄嘉谦 夏克莉在网上不是晒女儿就是晒自己的日常 老婆持续处于隐身状态 夏克莉的社交网站俨然变成了又一档日常版的爸爸去哪儿 有网友在评论区也猜测两人已经是分居状态 说起黄嘉谦和夏克莉这对主持人夫妻 大家可能不太熟悉 但如果提起他们的女儿夏天 看过爸爸去哪儿第三季的观众就会有印象 那个是家教很好的漂亮小公主 2015年 夏克莉与女儿夏天一起参加了 湖南卫视亲子真人秀爸爸去哪儿3 当年这个节目太火了 每一季的爸爸去哪儿 都会安排一次家庭聚会 邀请妈妈也参加这个节目 而黄嘉谦不一样 她参加了很多期的爸爸去哪儿3 因为夏克莉有腰伤 严重到不能录制节目了 所以 黄嘉谦替傅从军 参加了好几期的爸爸去哪儿 当时 很多观众都羡慕黄嘉谦和夏克莉的婚姻 羡慕夏天有这么恩爱的父母 节目已经播出 夏克莉和夏天都在内地走红了 混血儿夏天的可爱模样非常讨人喜欢 她的名气很大 甚至一度超过了她的父母 而夏克莉的育儿观念也备受推崇 之后 夏天也和父母一起上过不少综艺节目 一家三口也总是一起出现在镜头前面 看起来非常幸福 然而 现在12岁的夏天 却将面临父母关系的破裂 和自己要和谁在一起生活的问题 不禁让人觉得有些心疼 而黄嘉谦和夏克莉对不公堂 大概率也是和夏天的抚养权有关 但父母离婚伤害最大的还是孩子 好在现在夏天也快13岁了 有辨别和思考的能力 她现在跟着爸爸在加拿大读书生活 平时也是爸爸陪伴她比较多 但以目前的情况来看 他们夫妻未来可能还会继续争吵不休 只希望无论夏天选择和谁一起生活 获得的父爱和母爱都不比从前上 除了黄嘉谦和夏克莉 还有四个上过爸爸去哪儿的家庭也已分崩离析 第一个离婚的是第三季的王宝强 2016年8月14日凌晨 王宝强发布离婚声明称 因为马荣和宋哲有不正当关系 他无法容忍恶以背叛婚姻 破坏家庭 于是解除与妻子马荣的婚姻关系 解除宋哲的经纪人职务 而在爸爸去哪儿中 王宝强和马荣也是经常绣文来 由网友曾经指出 马荣当时录制节目的时候 应该和王宝强的助理宋哲 已经存在不正当关系了 但在镜头面前马荣很讳言 骗过了观众 第二个离婚的是张良 2019年11月29日 张良发文宣布与妻子寇静离婚 两人于2017年已办理离婚手续 由于张良夫妻离婚 导致无人管束天天 昔日贴心萌娃变成沉迷恋爱 不求上进的叛逆少年 令人惋惜 第三个离婚的是王月伦 参加爸爸去哪儿第一季的王月伦 因多次被拍到和陌生女子有亲密互动 去年11月 王月伦和李湘官宣离婚 当时大家还担心处于青春期的王诗灵 会承受不住父母离异的打击 但是 虽然李湘和王月伦当时离婚离得不太好看 但两人还是在努力照顾 陪伴女儿 前不久两人都晒出了王诗灵游玩迪士尼的照片 12岁的王诗灵也很争气 最近化作还去法国卢浮宫展出 曹格也参加了爸爸去哪儿第二季 而曹格夫妻的婚姻也在破裂边缘 两人已经分居多日 而曹格曾经是一个优秀的台湾音乐歌手 不少人都曾喜欢过他 或者听过他的歌曲 好好的一个歌手 却从2006开始 发生过在公众场合醉酒闹事事件至少八次 2013年两次 2022年一次 今年 曹格妻子吴素玲拜着一对女搬出两人婚房 现在已经分居三个月 就在前不久 曹格竟然公开在网上声讨蓝心梅 说他介绍他老婆去见男人 按照这个情况继续发展下去 有些事情已经不言而喻了 这样看来 爸爸去哪儿已经有五对夫妻分道扬镳 因此 有人调侃爸爸去哪儿应该改名叫爸爸离婚了 这五个家庭都曾是大家心目中幸福恩爱的范本 虽然谁也不能保证能白头到牢 但将自己伪装成好爸爸好丈夫 最后都被现实撕破伪装 实在可笑 离婚的原因 离婚夫妻的状态各种各样 但孩子都是无辜的受害者 希望每对夫妻在离异前和离异后都能多为孩子着想 保护 照顾好孩子幼小的心灵 特别是一人夫妻 离婚总会成为公众热议的焦点 这就更需要他们在离婚的时候有高情商 宽容度 不要为了一时的利益和口舌之争而让孩子受到更深的伤害 不要让那些曾经可爱天真的小公主小王子顾了天天的后尘 这里是闲鱼记 喜欢视频内容别忘记点赞 关注 也期待你在评论区留言 说出自己的看法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下期视频